还有还有些所调的 那些红杆 你找我 是你 是 我 这像这样 这样 再入这 好 这个板凳呢 哦 我们可以看到 那 因为这个柳山 它的木材有时候它颜色变化或者比较粗 有深色也有浅色 有深色也有浅色 要上来收拾 要上来收拾 老教练非常有趣 我现在看到面的牡丹 你这个在前面 是连续 然后带在是机器 现在的地牢 这边也有些 这边有些 这边也有些 这个 这边也有些 那边有些 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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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 石针 这个是秒针 就这样子 这个是 台湾的木材 包括这个是 這是桃花心木,這是破葉材的桃花心木 這個是土鏈 這大概都是我們一般的低海拔 或是我們平地比較常見的樹種 那另外,這邊有一組是結合這次的五種材料 包括有香濕樹、桃花心木、土鏈 還有兩個森葉材 一個是台灣山,一個是種山的材料 那個香濕樹呢,早期都是做新碳材比較多 那最近呢,我們民主在推這個香濕樹 因為它木材的性質是屬於比較硬、比較重一點的 甚至有開發出一些高級的家具的用材 那也有那個相關的學術單位 他們現在開發,把它做成是小品牌的 它的音質也不錯 那早期的家具 家具也用很多的這個香濕樹來做 那另外,其他這兩種生物牌呢 包括柳山 大概是目前我們的那個林務局呢 造林在林地裡面 這個桃園嶺的社區 是為在彰化這個編號1701保安嶺的周邊的一個社區 然後他們從109年去鎮量林務局的這號保安嶺 然後除了這個例行的這個服務 還有環境的維護跟這個監測工作之外呢 那因為這號保安嶺就在八卦山公平特定區 它是一個公平保安嶺 那這區它希望去參與這樣的一個導覽 生態流程的一個追掌 那所以我們這區從今年度開始 導入一系列的國產牌的課程 除了去介紹這樣國產牌的一個特性之外呢 他們也做做這樣的一個製作 這樣的一個公益 然後希望能夠去激發社區 跟這個生態流程規劃 公佈它的課程內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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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